我家有一百尺长窗 迎接台北冬日的交洋 还有超不可思议的神社祭 两秒钟就让开放式书房 变平稳雅致的客房 设计师马天凯小马 究竟是如何办到的 两户合并长宽比4比1 小马哥如何处理 狭长格局的棘手问题呢 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 是两户合并 虾仓形很难设计 但是它得天独厚的又拥有 一百尺以上的落地长窗 所以我们就把它的缺点 画成优点 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 第一条轴线 贯穿整个一百尺的空间 然后这个轴线会贯穿整个房子 例如说从小朋友的房间到我们的书房客厅区 一直延伸到我们的餐厅区跟主卧室 这是第一条的轴线 它就是超过一百尺将近32米对不对 对然后我想要强调这条轴线的特色 所以我特别在天花板拉了一些金属的隔渣 高低错落的灯箱 然后天跟地去做呼应 所以我们地板的部分我们有特别做 导生米沟的木地板 所以你去看公共去的是持转 但是到达这条轴线的部分 就转成是木地板 长跟很像的面块我无法改变 我就尽量放大它 让它变家里的优点 对 景深拉大 看起来房子比较奇怪 如何赋予一百尺长窗 阳光娼劲 艺术化的层次之美呢 第二个就是我希望一进门的意向要出来 所以我们以大门座中心 映入眼前的端景 就是我们的壁炉 跟一个铁的一个造型的柜子 走线就是做有点对称的概念 壁炉中心完之后两边就是很大片 很舒服公共区的落地窗 落地窗前就做了绿域的一些装置艺术的概念 沿落地窗的这一面 尽量以自然的元素去做导向 所以你会看到阳光 水 绿意 石皮 把我们自然人文的精神把它制入进来 这么又长又大片的阳光窗景 也许我改变不了外面的景观 但我能从内部做改变 美化自身 一律能植栽 壁炉 加上百叶窗赋予它层次之美 让窗景upgrade艺术化 三段式高难度收纳 不规则弧线型电视主墙 我记得我来看景的时候 你很随口的跟我讲了一句 倩云啊 你看这电视主墙 看起来要很简单 利落简洁 其实它真的很难做 像你看一般壁挂电视就是预留一个凹洞 对 然后壁挂上去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频数大 所以这样子看出去 那个电视主墙会太小气 所以我们第一个把金属 电视墙的比例拉得很细长 对 这样子看起来 它的视觉的面块广度才会足够 这样子才能够配得上 我一个狭长型的格局 对 没错 我们沙发很大足 所以我们希望客人坐在沙发 看起来电视墙很气派 所以我们故意同一个材质 输卵板 一直延伸到镀态旁边的机柜 对 然后跟我们大儿子在放门 马马告诉我 这个电视主墙最难做的地方 是在它侧边 因为它上 中 下 三层 分别都给不同的地方来使用 上半段的部分就是 朝我们的客厅区域 是做比较浅的收纳 那朝后面是做鞋柜区域 是给衣帽间 对 到了中间的部分 就拉了一个我很重视 电视主墙的一个 细长型的比例 做了3D不规则的切面 然后到下半段 我们现在有点展示打光的效果 看得到音箱重低音在这里 对 没错 然后左手边又给我们的厕所使用 对 就是它很多的前后的深度 不同声势的对比 这个电视主墙 看起来简洁力弱 其实真的很难做 对 很多的机关在里面 如何打造一间不需隔间墙的更衣室 以及超耀眼的主卧房呢 我太喜欢那个主卧室了 特别是那更衣室的区块 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完美 一般来讲如果主卧室 想要放在这样的空间 这么明亮 其实我觉得设计上是有某种程度的困难 对 因为不好安排 因为房子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个采光 对 然后你床头又有安定感 对 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定调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这地方刚好我们有脚窗 所以业主起床 那种采光就可以撒入我们的室内 他起床就很舒适 OK 对 长长的落地窗给了主卧满满的阳光 却也抢走做收纳的空间 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床头柜就成了最佳的解答 所以我们利用刚刚讲的床头柜加身 这边就是做了20个 大大小小的抽屉跟格子抽 然后我们这一区后面也是全部都做 隐藏式的收纳 这边会是卫浴空间 对 就卫浴空间 然后这里整排全部都是柜子 那我们其实有定义 这一排就是女主人使用 那一排小区的就是男主人使用 所以说这一边的部分 对 然后我们床头后方的抽屉 就是双方共同使用的 这样子的设计就是收纳足够 然后又把浴室结合起来 打造一个加者CPU区域 搭起家人情感交流的桥梁 从进门这条短中轴线的左手边 对 这个区块我觉得是全家所有人 不管在生活上情感上 各方面的需求 但这个区块通通都要满足 我们这里有做一个大圆桌 这就是for整个全家人 或家族的聚餐 朋友的聚餐可以使用的 我身后做一个很长行的中导 对 然后这个区域就是让我们 可以拉出来转向 它可以边吃早餐 边聊天 边看电视 OK 这个区块也是一般家里 很少会有的那种画面 对 我觉得那个情境 就大概可以回想一下 就说坐在这边用餐 然后旁边请人在那边演奏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红酒 所以我在规划酒会的时候 我刻意把灯光跟金属的比例 拉得比较高 只是我们故意把它做得比较有质感 然后把金属带下来 你就会感觉有精品的感觉 所以每个人来都以为 它是恒温的红酒冰箱 对 我觉得它是很有质感 然后是有恒温效果的红酒冰箱 其实不是 对 等等 等一下 不是说好了有超不可思议的神设计 三秒钟书方便客房吗 在哪里呢 不可思议神设计 三秒钟开放式书房 变成品味雅致的客房 小马 我喜欢这个位置 对这样一个大皮术的家来讲 这个位置呢 一览无遗 全家每个地方都不会被遗落 对 没错 因为这里定义是我们男主人的书房区 我希望他可以看整个公共区域 然后整个有运筹帷幄的感觉 但是这个空间如果只当我们的书房 就太可惜了 因为台北市寸土寸金 然后 房价又贵 对 然后如果只当书房 CP值太低 你等一下给我三秒钟 马上变魔术 变成另外一个空间 哇 三秒钟之后书房立刻变一个舒适的卧房了 对 没错 客人一年来应该不超过十天吧 对 所以其他一年355天的时候我是书房 只要那十天变身成为舒适的客房 我们就不用浪费空间再多一个客房的区域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很棒 因为才对得起台北市寸土寸金 这么贵的房价了 对 没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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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